去日本旅行未必要餐餐吃日本食物 我就喜歡去高質的日系cafe chill一下 順便拍照押Like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位於大阪市三間高質的cafe 這間位於大阪中之島的Label Cafe環境優靜 簡直好像身處在鬧市中的綠洲一樣 別退的是這裡的Lunch Menu 我就選了900日圓的每日限定Lunch Set 有至少五款來自關西的鮮宅野菜 配上五穀米和野菜味增湯 輕盈得來夠飽肚 另外這裡還有得吃甜品 例如這個紐約芝士蛋糕 配上手打忌廉和焦糖醬 看著窗外的景色真是好捨意的 這間位於時尚小區挖江的cafe Charbon 看一下裝修多有感覺 好像電影入面會出現的場景一樣 這間cafe是當地人氣相當高 出名吃意大利料理 除了蛋糕出名之外 來吃Lunch還可以有沙律和飲品放題 性價比相當高 我就選了900日圓的蛋包飯餐 隻蛋和醬汁就沒得彈了 不過如果飯是用茄汁炒就好了 這間TCcafe位於Orange Street 雜貨店Timeless Comfort入面 這裡環境開揚 大家走完雜貨店都可以在這裡坐下休息一下 我現在正在試鮮牌蘋果批 它不會太甜 而且它真的淡淡蘋果 又吃到它一片一片爽口的咬下去 很棒 而且它的底部是鬆皮 所以真的豐富的口感 加上雪糕真的很好吃 這裡還有大量cafe和旅遊有關的書籍 大家可以慢慢坐下邊吃邊看 除了食地道日本食物 大家不妨也探索日本cafe 旅遊途中也可以感受日式慢活 遊日長夜Like Japan